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旧碗不可随便丢弃 在传统老人的认知中 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般来说 我们将自己的工作称之为饭碗 所谓饭碗就是我们需要借此谋生的工具 所以 人们如果是将不用的旧碗扔掉 就会被认为是将自己的饭碗丢掉了 半年前 浙江杭州的李先生搬家 于是把旧家具卖了 买了新家具 旧的饭碗如何处理 李先生想都没想 把收拾出来的大小旧饭碗就给扔了 于是 半年下来 李先生的生意一落千丈 不仅如此 老婆也跟人跑了 自己身体的毛病也层出不穷 后经过命理分析和屋宅办公室的勘察条里 结论让李先生目瞪口呆 原来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旧碗惹的祸 所以 无论新旧 吃饭的碗首先寓意你的工作 职业 生意 如果把饭碗扔了 也就意味着把生意扔了 另外 碗还寓意着玩 旧碗扔了 也寓意扔了就完蛋了 首先 不用的旧碗自然是不能够送人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 人们都讲究一个谐音 谐音的祈福文化 更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 比如说 家里的福字倒着贴 寓意着福到了 还有数字谐音 一些谐音会认为是吉利的 人们都说八八大发 长长久久等等 而旧碗之所以不能够送人 就是因为碗与碗谐音 代表了完蛋 为了忌讳 所以人们很少会将不用的碗送人 通常情况下 不用的碗只需要用红布或者红纸包裹 然后再扔掉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那为什么非得是红色的布或者纸呢? 在传统文化中 红色是最不可或缺的颜色之一 在我们看来 红色象征着吉祥和喜庆 所以婚礼当中都是以红色为主调 同时 红色在传统文化中也有辟邪的功能 就比如说有些地方参加丧礼的时候 需要戴上一个红色的布条 有些地方在逢九年的时候会穿上红色的衣服 以此来避免不好的运气 所以人们才会用红色的布条或者是红纸包裹住不用的碗 以此来防止自己的饭碗丢掉 二、吃饭的碗突然开裂有寓意 曾发生过某老板在上海五星饭店吃饭 手中的碗却忽然裂开两半 顿时吓得他面如土色 尽管饭店经理赔不适 仍是令那位老板十分惊慌 事后 这位大老板惊魂未定地前往咨询 从卫理学角度分析 这位老板肯定官司缠身 果然该董事长坦言 恐怕自己离双规不远了 该如何处理 其实 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也是有办法的 可以去寺庙中求一些红色的吉祥物 福袋之类的 能够帮助你去除煤气 然后 平日里最好不要与人起争执 能忍则忍 也可以多做一些善事 这样 你的周围都是善缘 很少会发生厄运 不过 最重要的是 心一定要成 而且 从卫理学角度看 吃饭碗口破裂 这就是外应 主动 象征着霉运可能来临之外 还象征着离世的人回来探看 或是垂危病人出现不祥征兆 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朋友 务必要遵守孝道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有一个朋友 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吃饭碗口就突然破裂 他觉得十分奇怪 但是没有想太多 直到后来 诡异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才不得不信 那天 他晚上睡觉时 就开始做梦 就梦到了一位老人 他穿着绿衣服 在梦里一直做着生意 卖东西 但是怎么叫他 他都不说话 然后过了一会儿 就有人把他给带走了 突然画面就到了 很黑的地方当中 非常吓人 朋友就被吓醒了 之后过了几个月 他的父亲就叫他 去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 那个亲戚是做生意的 因为得了废弃肿 那天准备拿东西出去卖时 咳嗽非常严重 就送去了医院 朋友听到之后 就十分震惊 因此 碗如果有破裂 一定要注意 要妥善处理 用红布包着 然后多位家人 念一念地藏经 或许能够化解厄运 三 红白洗丧 应遵守摔碗习俗 在洗丧时偷碗 这是一项民间习俗 参加百岁老人的丧宴后 把碗带走 据说可以带来寿气 让带走碗的人 也可长命百岁 至于命理学原理是 这样的碗是寿碗 回去后给小孩用 避邪免灾 增寿 大人用 招财敬保 添寿 寿碗 是中国民间 老年人过生日 或者高寿人过寿时 给客人准备的碗 寓意也很好 就是送给宾客们 感谢他们来帮忙 让他们沾染一些 老人的长寿气息 算是一种祝福 这个习俗 并不是从民间发起的 而是从皇宫中传出来的 毕竟当时的穷人 是真的穷 饭都吃不起 就不会有这些形式 而当时皇宫中 有贵人过生日的时候 就会命官窑 烧制大量的寿碗 皇家的东西 必须高端大器上档次 碗壁上鲜鹤汇聚 松百灵力 全都是长寿的东西 可见他们对长寿 是多么的迫切 其次 大凡遇到白事时 要衰晚 以讨个吉利 有些人结婚期间 遇到了别人过白事 也要衰晚 这都是一种 讨吉利的风俗 也有些人会梦见衰晚 实际上 从梦面相学看来 梦见衰晚不破 母女俩中间关联平稳 能够长期 五 使用破损碗要谨慎 有些人为了节俭 即使碗破损了 还在继续使用 其实 一些餐厅 也有使用过破损的碗 这是万万不可的事 碗破损 寓意生意或工作的饭碗 不牢靠 不稳定 收入不高 甚或有小人挡到 因此 必须谨慎使用破损的碗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才需要使用破损的碗 而非完整的好碗 例如在中国北方 每当白事时 总要用一个破碗 盛满碗的饭 且在上面插不灭的香 放在林前 此举是为了 让死去的人明白 这个碗永远都不用了 以示怀念之意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过程中 难免自己家的碗 都会有一个小缺口 可能一不小心刷碗的时候 摔了一下就会有 平常我们肯定都会继续用 但是在风水上 因为有缺口了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不完整的话 就是不好的 不吉利的 所以 我们就不要用这种 有缺口的碗了 我记得 我去亲戚家时 帮忙带孩子 于是就待了一周左右 当时用了一个碗 就是破的 但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之前家里的老人 总是说 碗也有风水 如果碗破损了 就不要再用了 也没有听进去 没想到 那段时间 遇到了很多倒霉的事情 喝感冒药 突然又有虫子飞入 而且晚上总是失眠 甚至一直破财 不是有人借钱 就是莫名其妙地开销大 总的来说 碗在生活中的位置 是很重要的 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出现了一些征兆 或者是损坏 切记 一定要认真处理 不要继续用了 不然一用就会不顺利 运气就会很糟糕 影响自己的心情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桥皮